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聊天区的内容 Fox说,美国电力缺口大,少批一点挖矿的项目就可以了 阿加为龙说,美国好像没有审批制度 Scott1说,小杨的声音很逼真 是耶,说,刚刚看外电,除了高盛有人反对投资中国外 多是鼓吹进入中国股市或报道中国股市的好消息 未来还要不断升级 Scott1说,太厉害了 大陆电视上天天都是新智升产力 天天都是AI萨贝宁主持的开奖了 专门请专家江Sora 何先生,请问,未来 OpenAI会不会推出一款绘画能力达到Mid Journey能力的工具 石野说,这个需要问人家 人工智能不可想象的未来 他们要将总部搬进DC时 我说,只能吃政府了 大企业的官僚腐败 Guten Tag 0000说,美国制造业辉煌的象征败落如此 阿加为龙说,华为的总部在哪里 西洋天说,我说美国如日中天的最主要原因是 美国仍然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来美国实现其各种梦想 这里的悖论是,如果美国能彻底阻止中国发展 那么会两败俱伤 但很有可能美国做不到 所以更可能的是会长期纠缠 可只要这样纠缠下去 中国的任何发展还是会直接间接的事的 美国也受益 只要美国不失去对世界的钱和人才的吸引力 美国就不太会很快走下一哥的地位 当然,我从来不把美国当成一个完美的国度 但只因为制造业的强大 便认为美国不行了,也太片面了 至少我这么看 世界的能源危机我同意老何的点点的说法 应该说,这是我最近工作中考虑的重点 但很谢谢老何点到了问题的关键 对我的思考帮助很大 因为能源危机是给商业市场 带来了新的机会 但如果能源危机带来了经济危机的话 那么机会就变成了灾难 所以说,看多看空 本来就是一个分闭的两面 可有意思的是 无论看多还是看空 这个世界已经融入了一体 要么一起繁荣 要么一起崩溃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 大家在长期纠缠中 找到共存和共同发展的路径 留下话献衬说 当年前追着他屁股后头 多火呀 阿加为龙说 矮大仅阻击杭州 生于北京 毕业于清华 应该定居美国 集齐几颗龙珠了 今天中字头都在点 Guten Tag 0000说 横指今天发生了什么 阿加为龙说 万科今年境外公开市场的债务 已经长付了将近一半 剩下的两笔境外债务将在五月及六月到期 会通过三种方式兑付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厚恩GX Winery说 技术为了突破 目标年限 主要昨天宁德外资买入给了散户信心 但是 昨天累资在宁德还是跑路 今天放两小掌 说明主力还是很忌惮外资 阿加为龙 说 雷军今日官宣 小米汽车SU7将于3月28日正式上市 厚恩GX Winery说 目前基本面还是没见改善 除非之前 说的那些措施改股市结构 不然还是反弹吧 恒生是联动A股部长 阿加为龙 说 国债期货全线收跌 30年期主力合约跌1.20% 厚恩GX Winery说 相信美国梦的还很多吗 记得贸易战前 美国人自己都自嘲 全世界最讨厌的就是美国人 然后嘛 目前也没看出 美国能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OpenAI这种东西 只会加大差距吧 所以 个人感觉 90年代的美国 才是如日中天 甜点 说 没啥 这是必然的 只是不知道 发生在昨天 今天 还是明后天 前段时间 是给有准备勇敢的人大机会 看K线向下好可怕 看企业确定性越来越高 基本面更好 手头现金大于市值不乏少数 这种现象只有资本市场才会出现 阿家为龙 说 也许是从日本股市流出 转到港股的 日本马上就要加息了 估计香港要通胀了 Smile Thinking 香港通货膨胀率 1981年 居然到达16% 201年 短暂达到7.9% 2024年1月 只有1.7% 台湾1981年 高达22% 后期都比较平稳 在1999 2009 2021年 居然出现了复数 神奇 Lio说 从空间站回归 NASA实况 晃晃悠悠 从海里捞起来了 掉上甲板了 六个月空中 回到地球 身高要变矮 俩宇航员都活着 能动 啥时候开舱门呢 外面有条不紊 里面宇航员 要是有接手需求 如何是好 芝麻开门 欢迎回归 两位上仙 还有一位上仙 喜极而泣 还有最后一位 日本上仙 四位低落红尘 降落海面瞬间 四面水母般飘逸的降落伞 收起 火焰般倒许 美艳至极 情下 说 https x.com baconees status 1767469137130045872 S等于46 从没想过 这两人有一天会面对面相谈 甚欢 带冷汗的笑 https YouTube bacomage pdaxw si 等于 rp7 dj9 lvqbkb 9 pbo 麻婆豆腐 说 穆迪将万科的投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 将万科所有评级列入评级下调观察名单 并警告未来可能进一步下调 穆迪解释 下调评级反映了穆迪的预期 即万科的信贷指标 财务灵活性和流动性缓冲将在未来12至18个月内减弱 因为在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的情况下 万科的合同销售额下降 且融资渠道不确定性日益上升 曾经多么好的企业出冷汗 预期变了 房租不炒 据日经新闻报道 日产汽车正考虑将在滑产量削减30% 本田汽车也计划减产20% 随着中国汽车行业向电动汽车转型 日系制造商正陷入困境 被迫重新思考战略 日本汽车在国内竞争力越来越差 田典说 万科是行业中最谨慎最优秀一个企业 无奈行业早已是过了巅峰时期 记得郁亮上任后就提出要争取活下去的口号 管理层那会不懂行业变化 时代变了 这种行业要大改变太难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收到了许多关于不同领域的新闻 从美国的电力缺口到中国的股市投资 再到航空航天的最新进展 让我们来一一进行总结和分析 首先 美国的电力缺口问题引起了许多关注 Fox认为 只需要减少一些开采矿业的项目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阿加维隆提到 美国似乎没有严格的审批制度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 不过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电力缺口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解决方案出现 另外 我们也讨论了中国股市的情况 时也提到 除了高盛反对投资中国外 多数的报道都在鼓吹进入中国股市 这显示出中国股市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不断提升 同时 我们也看到 中国股市仍在不断升级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此外 我们还讨论了波音公司的生产问题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波音公司的生产过程 在FAA的调查中 失败了33次 这表明 波音公司在质量控制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需要进行改进 然而 人工智能的发展 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最后 我们还讨论了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进展 六博士们分享了 关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的新闻 并对这一成就表示了赞赏 同时 他们也提到了 日本汽车行业正面临的困境 需要思考新的战略 总之 今天的新闻内容非常丰富 涉及到了不同领域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需要持续关注这些问题的发展 并寻找解决方案 同时 我们也欢迎观众们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 收看六读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读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读世界网址是 六读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友